大家好 我是小琪 给大家看一个阶段性的作业 这一颗是我今年过完年以后 刚刚进入春季的时候买的那个软枣猕猴桃 威迪 现在上边已经挂满果子了 一个枝条上挂上三四个果子 到时候长大了成熟了 绝对应该自己有的吃了吧 这种口感咱没吃过 这是第一次在种的 所以说结果我是非常高兴的 好多话有问小琪 软枣猕猴桃是不是可以自化受粉呢 我这个就是自化受粉的 单独的一颗 所以我又购买了一颗 这一个叫做伊赛 伊赛和维迪 这两个品种都是可以自化受粉的 自化受粉成功率非常的高 如果说您像在家里盆栽 蜜软枣猕猴桃的话是可以的 记住盆一定要用大一点的 土壤要用土筋好的 这样养分充足长势才会好 如果说它结果了 你害怕了确实养分的话 我们可以找点养分抓到手里 然后直接撒到盆土表面 让它缓慢的释放到盆土当中去 也可以给它撒上一些缓制肥料 当然了现在它是做果期 果子要快速长大快速膨大的话 要用到花多多12号高甲的肥料 这样结的果子能够快速膨大 口感才会更好 所以说如果你想在家庭中 盆栽水果的话 圆岛猕猴桃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部分品种都是可以自化受损的 而且结果量非常的大 但是摘到盆里要给它做一个架子 因为它是爬腾的 如果摘到地上的话 给它搭个架子 倒数结果量还会躲 好了 先继续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高兴的话视频 别忘了关热小亲 感谢观看